我的天啊 诶 小小姐 那个问一下这个山顶还有多远 大概半个小时左右吧 你快的话20分钟吧 哦 那个能麻烦你帮我带一下路吗 这张路太绕了 这路你自己往上走就行啊 好吧 看你喘成这样估计也爬不动了 啥里喘啊 你还没喘 我平时连跑两趟都不带累的 真的假的 那你证明一下了 平时吗 小的美 诶 你能夸一点吗 你要不是为了减肥 我才不给你带路呢 你还肥啊 你顶多就算胖吗 揍你啊 诶 你怎么一个人爬山啊 一个人就不能爬山吗 我的意思就是荒郊野岭的 不太安全 你男朋友呢 还没男朋友呢 真的假的 长这么漂亮没男朋友 漂亮就一定有男朋友吗 我才刚上大一 我妈说毕业了之后再谈 你妈说的对 快走吧你 慢死了 走走走 这山顶真不错 你这体力也太好了 你以前学校认前求的吧 你才认前求的呢 我以前经常跟我闺蜜一起爬山 那今天怎么你一个人 你闺蜜呢 闺蜜 我没闺蜜了 啊 是不是因为吵架了 不好意思 我不该问这个 哎 没事 虽然你看起来就是 有点要强 但是 其实我觉得你是个很重感情的人 就是认定一个人 就会付出全部的那种 我估计你闺蜜性格跟你差不多吧 确实挺像的 所以她现在估计也是难受的 嗯 没关系 敢吵架才是好朋友 吵不散才是真朋友 那个 今天谢谢你啊 秀啥啊 谢谢你的开导啊 这有什么 你跟你闺蜜肯定会和好的 要实在好不了的话 就转一下注意力呗 怎么转啊 找个男朋友呀 有了男朋友呢 还顾得上你闺蜜啊 好像有点道理啊 那你今天晚上还有事吗 没事啊 那我请你吃个饭呗 嗯 饭就不吃了吧 其实今天很高兴能认识你 我们可以留个联系方式 好啦 嗯 好 那我先走了啊 哦 对了 你下次爬山的话 记得叫我一起 好啊 行 拜拜 拜拜